第121章诗咒,另外还有,惠安道,别院里的原本四个人,你准备怎么安排?法空道,各司其职便是,只不过多了我与林飞扬而已,日子照常。不准备弄些自己人过去,惠安笑道,向法宁法务,他们应该肯跟你过去,修为也足够。 法空摇头,法宁还要照顾药材,法物质不在此,就留下原来的人吧,方丈,哪一位是一品? 敲钟打更的惠林师兄,剩下的三个,都是老实安分的,你即使年轻也会听命行事。 法空和十一里,惠安上前拍拍法空的肩膀,笑道,想要踏上一品,就得明心见性,而要明心见性,就不能太过束缚自己,否则,永远是不可能见到真正的自己。 法空笑道,方丈时说,我可以不守戒。惠安缓缓点头,二品之境的金刚四弟子,可以破例不守戒律,以寻找灵光。 法空妙然,他没想到还有这一条,惠安笑道,意外吧?是,法空缓缓点头,他当初知道某位祖师三进三出,便意识到金刚四对二品弟子破一品有相当大的宽容度。 换了另一座寺院,根本不可能容许这么胡来。 偏偏金刚四容许,他还听说很多荒唐事,像有近金楼一驻便住上一年的金刚四弟子,有抛头露面去做灵忧的金刚四弟子,甚至还有当乞丐的金刚四弟子。 这些记录在金刚四藏金阁是没有的,但在大光明峰的藏金阁却有不少记录。 这些记录的笔锋间都透着讽刺戏谑,原本还以为是以笔为刀,故意报复金刚四。 现在看来也不尽然,我看法空你是不以为然。 惠安双眼紧盯着法空,笑咪咪的道,法空点头,他觉得此法类似魔宗。 呵呵,惠安笑道,很多人都有你一般想法,可是在二品困得久了,也就觉得可以一世,很多都一世变灵。 法空陈吟,惠安道,如果是二品以下弟子,心性不稳,这么乱来确实可以坏了修为,损了佛心,可是到了二品,心如磐石,偶尔受到强烈冲击也很快就能恢复。 那些还俗之后再不回来的呢? 他们呀,惠安笑道,可能是真正想清楚了自己的追求,人的想法是会变的。 这便是佛心破碎了,应该说他们原本就不是佛门中人,只是误入佛门,终究是佛门的过客。 方丈,明白了,法空缓缓道,我会一世,把自己圈在一处,如果每一处都细细翻找,还是没找到,不妨破开自己的束缚圈,说不定有所得。 是,罢了,说这么多,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吧。 弟子倒退,法空何时,贵安从怀里掏出一玉牌,抛给法空,别愿住持的身份玉碟。 法空接过来,助手温润,细腻的碧玉内,好像还有一层翠绿在悠悠流转,令碧玉更碧。 这块碧玉格外翠绿,远胜寻常,很是夺人眼光。 清晨时分,法空逆袭袈裟,雨林飞扬出现在神经城外,随着众人排着队慢慢往往城门里面走。 门卫正在一一检查,一个一个放行,排队进城的人们形成一条长龙,从城门沿着笔直宽阔的大道一直排出了两百米外。 有人背着大包小包,有人赶着牛车马车,有人怀里抱着孩子,一脚被两个孩子拽住,有人搀扶着老人。 法空上一次来神经时,有楚玉陪着,一行人根本没排队直接入了城。 现在没了楚玉的姓王府要排,自然要排队。 林飞扬都呢,何必这么麻烦呢,直接翻墙进去便是了。 这么长的队伍,没什么人抱怨,也只有林飞扬抱怨,他实在太不习惯老老实实排队进城。 从来都是一个闪烁,便翻过墙头,城头巡视的城卫们根本发现不了。 法空偏偏要排着队进城,让他大势不满。 已经排了一刻钟,距离入城还有20米,林飞扬推测还要一刻钟,这简直就是浪费时间,有着功夫, 能做一盘精美的点心,能做一盘硬菜大菜。 他不时探头探脑看前面,看还有多少人,还要多久。 法空懒得听他嘀咕,也嫌他一直在自己身后探头探脑,愿让他到自己前头。 林飞扬也不客气,站到法空前头去。 法空站在人群里,一身袈裟微微放金光,很惹人注目,如果不是看他年轻,定要上前攀谈两句,请教一番。 法空手执无字佛经,若有所思,他刚刚在无字佛经上竟然看到了三个字。 这三个字其傲繁复,他竟然不认得。 法空很奇怪,立意于那些人的记忆,自己如今也算是通贯古经,佛法经身,历代的古文也差不多都识得。 可竟然不识得这字,一点印象也无。 简然诸多记忆之中并没见过这文字,这位大师,抱着孩子的女子忽然开口,不好意思地道,不在大师是哪座寺院里的。 他约有二十多岁,容貌甜美秀气,穿墨绿罗衫,白色白者如群,素杰而淡雅。 身边跟着两个强健男仆,太阳学高谷,既是仆人也是护卫,显然女子家境富裕。 只是他秀美的脸庞带着焦虑与担忧,憔悴不堪好像渐渐枯萎的鲜花,不时低头看看自己怀中的孩子。 脚下还有两个穿着锦衫的孩童,约有六七岁,粉雕玉镯,手腕带银镯子,脖下带银项圈,透着富贵之气。 贫僧金刚似法空,法空亲和时,太像少妇怀中的孩子。 三岁大小的女孩,刮子脸,大眼睛,透着灵慧之气,只是脸色苍白泛黄,灵慧的大眼黯淡无神,正懒洋洋地趴在少妇肩头。 他暗淡的眼睛正好奇地盯着法空看,忽然伸手想去碰触法空。 他小手上竟然戴着一个博手套,白绸缎锁制,裹得很严实。 法空冲他微微一笑,这女子应该是一夜没睡,又疲惫又担忧,身心俱疲。 法空大师,小女子有一事相求,女施主请说,我家孩儿生病,昨天出城寻名医,赶了一晚的路,想早些进城歇息,不知能否到大师前头。 请,法空点头,林飞扬,哦,过来吧,林飞扬直指自己身前,少妇露出一个甜美笑容, 感激地点点头,抱着一个孩子扯着两个孩子走到前头。 两个护卫则站在后头,没有跟着一起,法空看一眼,暗自点头,看来是一个手里的,家教吉言,难得。 小女孩隔着林飞扬一直盯着法空看,还身出戴着手套的小手,想要碰触法空。 法空微笑点点头,又低头看无字佛经。 上面的字若隐若现,乍一看没有,宁神观看,才能隐隐约约看到,仿佛正在漂浮旋转。 越是宁神观看,越觉得这三个字繁复,好像变成了无数的小字纠缠在一起而形成。 他看了一会儿便松开心神,再怎么看,也是不认得的,还是进了神经城,找一找看博学知识,与之相识询问一番。 他身为金刚别院的住持,尽管金刚外院相活惨淡,身份还是足够的。 那些宝学知识还是喜欢跟和尚相交的。 呀呀,旧气少傅忽然娇嗔一声,他怀里的小女孩正挣扎着,手不停地伸向法空,想碰到法空。 这中间隔着一个林飞扬,林飞扬给他做了一个鬼脸,可小女孩根本不搭理,非要去碰到法空不可。 旧气少傅被他扯得身形晃动,站不稳,便有些恼怒。 呀呀身子虚弱,不能用这么大的力气,这样一来很容易出汗,加重病情。 林飞扬一闪身钻到法空身后,法空正收起佛金,抬头看向小姑娘呀呀。 呀呀看林飞扬不挡在身前,顿时露出笑容,伸手还要去触碰法空。 林飞扬探头笑道,小姑娘是看你的袈裟好玩,不如给她玩玩吧。 旧气少傅欠然地冲法空笑笑,法空温声道,看来小施主是与贫僧有缘,有缘则度,阿弥陀佛。 他身出又长,小姑娘压压顿时欢喜地露出笑容,忽然把白绸缎手套甩开,把自己的小手放到法空的大手上。 法空因为修炼太阴小练形,手掌修长而颖白,宛如一块羊枝百玉。 小姑娘压压的小手则布满了皱纹,皮肤皱皱巴巴,枯皱而消瘦,像是老太太的手掌。 旁边关桥的人们顿时吓了一跳,顿时议论纷纷,这孩子是怎么了,莫不是得了什么奇症,怪吓人的,唉,为老先摔吧,恐怕命不,虚。 脚心或从口出,少妇则露出尴尬笑容,不好意思地冲法空笑笑,怕法空嫌弃压压压的手怪异。 法空微笑看着压压,小施主的名字是,哦,青罗,徐青罗,少妇忙到,他给脚边的一个孩子示意,快把手套捡起来。 脚施主与贫僧有缘,便结各善缘吧。 法空微笑,双掌截了一个手印,施展了回春咒。 他现在施展回春咒的速度奇快,人们只觉他双掌换出一团影子,再一眨眼,幻影不见,他又长重新拖着压压的手掌,好像刚才是幻觉。 人们忽然瞪大眼睛,压压原本枯瘦满是皱纹的小手竟然大变模样,变得如衣洁白偶一般。 啊,怎么回事,气法不成,人们顿时惊呼,压压顿时拍着小手,露出甜美笑容,但却没有声音发出来。 林飞扬顿时失望,知道这小姑娘是个聋哑人。 第122章郎中,压压拍着小手,不时低头看看,然后摸一摸,觉得很新奇很好玩,不停地玩来玩去。 法空微笑看着他,这个小姑娘也是个天才,心智超长,只是心智太过超长,耗费的力量太多,所以导致身体跟不上,未老先衰。 大脑是最消耗能量的器官,人便是无根树,人老先老腿,他双脚已经枯稿,已经不良于行,双手也开始,再接着便是身体,然后便没命。 就气少傅惊讶地看着压压的手,然后又摸摸他的脚,低头脱了压压的鞋,发现了脆生生的小脚丫,白白嫩嫩。 他还有自不幸,怕自己只是错觉,又怕只是一场空欢喜,压压只是短暂的好转。 大师,这,不妨带压压来闭市,我今后将任金刚寺别院的住持。 是,就气少傅忙用力点头。 原来是住持大师,呦嘿,这么年轻竟然是住持,金刚寺别院,没听说过呀,再没听说过,再小的寺院,能这么年轻就当住持, 也肯定有本事。 刚才是戏法吧,不好说,不好说,众人议论纷纷,排队的人群继续往里走,林飞扬扭头看看,能看到这边情形的不过十几个人而已,再远一点的而向这边打听消息。 在这里排队很无聊,有个趣事打发时间,闲着也是闲着,当然有兴趣听一听。 但他很不满意,看起来这些人根本不信法空的佛咒神庙,只觉得是戏法,因为超出常理,超越想象。 法空笑笑,人们只相信自己认为合理的事,想象之外的事是在心底里下意识地抗拒相信的。 明明亲眼所见,也绝不相信,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知见帐,一叶帐幕不见泰山,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队伍忽然微微一乱,然后一群身穿光明凯的军事大不留心而来,直奔法空的跟前。 约有十八个军事,正簇拥着一个俊美逼人的青年,正是姓王府的三世子楚玉。 楚玉身穿紧袍,神采奕奕,来到法空进前,不满得道,法空,你既然来审经,怎不跟我说一声。 众人顿时惊异,忙后退一些,给这些假兵们让位置。 法空何时笑道,何必这般麻烦,准备先进承安顿下来再说不迟。 真是见外,楚玉不满得道,母妃这几天一直念叨你,没想到你就来了。 她忽然看向秀气甜美的少妇,惊奇道,徐夫人。 少妇轻轻屈膝衣里,微笑道,见过世子。 你怎,楚玉扭头看看,发现了她身边的两名护卫。 这两名护卫已经不知不觉出现在少妇身边,将她与两个孩子护在中间。 我,徐大人呢?楚玉好奇道,昨晚压压发病,夫君尚未回来,我便出城及寻证审医。 少妇道,持徐大人的帖子进城便是,何必在这里受累? 楚玉不以为然,少妇轻轻摇头,昨晚已经是吉从权,拿了她的帖子出城,回城便不宜如此,我累一些不要紧的。 A,楚玉摇头,取大人呢,就是太过方正,对自己太过严苛。 取恩之身为礼部的郎中,已然是正武品的官员,进城市可以免对排队的,直接来到前面插队即可。 这是武品级以上官员的特权,从武品级以下便没有这份勿输的待遇了。 取恩之身为武品,还是礼部那般清水衙门,却名气不小,便是因为他的方正古板。 官员的时间宝贵,往往有一大堆的公务要处理,当然可以直接进城。 可身为官员的家眷,比平常人更悠闲自得,便不应该滥用官员的特权。 这是他的最大主张,已经因为家眷滥用官员特权之事,参了数十个高官,急不招人待见。 也难怪身为徐恩之的夫人,还要跟百姓一起排队入城。 厨玉不再多说,直到,徐夫人随我们一起进城吧,看孩子都累了。 多谢世子,徐夫人不再坚持,她几乎一夜未睡,又困又累,坚持到现在已经是极限,能早早进城再好不过。 法空与林飞扬及徐夫人一行在重甲氏的簇拥下,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直接进入城内。 法空临近城门之前,看了一眼一个惊悍的城卫。 便是这个城卫认出了自己,直接跑去信王府禀报,引来了处于一行。 一进到城里,繁华语喧闹扑面而来,法空丝毫没有看到大汉的影响,大街上依旧繁华,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一进了城,徐夫人便告辞离开,徐青罗还伸出白生生的小手,双掌何时朝法空衣礼,顿时惊住了林飞扬。 法空和时微笑还礼,诶,楚玉看着他们一行人离开,摇头道,碰上这么一位古板方正的夫婿,也真够倒霉的。 那位徐大人是何人?别提了,楚玉一边走一边介绍徐恩之,最终摇头道,他甚至连恩师都弹劾,说师母于智,你说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在朝廷里站住稳。 早晚要被逐出神经,可惜了徐夫人那,一代才女,书香世家,偏偏因为当初徐大人夺了状元而下嫁,结果所嫁非人。 法空笑了笑,林飞扬惊奇地道,还有这样的怪人,真是做死那,能活到现在也是厉害。 楚玉笑道,他状元出身,天子门生,再怎么胡来,却是毫无破绽,想拿个把柄随便处置了他也有所顾忌,只能任由他在郎中的位子上继续讨人嫌,还好,他只是礼部的。 法空若有所思,林飞扬道,这是何苦那,状元啊,官不蹭蹭的生啊,何苦来哉。 他摇头晃脑得感慨,楚玉看法空打量自己周围的假事,无奈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一直不断有人刺杀,先前是刺杀父王,拿父王没办法,就刺杀我们。 亲王也无恙吧,嘿,你别说,父王不但没事儿,反而精神更好,修为也大涨。 楚玉笑道,父王说这是心念通达,天地之力加持,所以吗,嘿嘿,他笑道,父王已经是大宗师了。 大宗师,那便是一品,林飞扬扭头道,和尚,你料到了这个吗? 法空笑而不语,父王就在三天前突破的,母妃一直念叨,法空你不来,母妃便要再去大雪山了。 王爷跨入一品,可喜可贺,法空笑道,先去别院吧,法空你先去见母妃吧,住上几天,金刚寺别院不急的,那边又不会跑,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楚玉笑道,他当然是知道金刚寺别院的,自从与法空结识,他爱乌及乌便留意了神经的金刚寺别院,对金刚寺别院的情况一清二楚。 甚至连寺里的四个和尚都摸得清清楚楚,一个巡夜敲钟,两个杂物,一个采买。 法空摇头笑道,楚兄,我现在的身份不同,不宜再住到王府了。 我,我,金刚寺别院住持,楚玉笑道,要换一生法空住持,法空大师了。 法空微笑点头,正是如此,空横,大师,楚玉笑道,那好吧,依你,母妃一定很失望。 往后变住于神经,随时能见,法空道,一行人来到了城东的一座寺院的围墙大门前。 这座寺院距离闹市仅百米之隔,百米之外,便是东西贯通的朱雀大道。 朱雀大道的尽头便是这座金刚寺别院,而金刚寺别院旁边不远处还是一座寺院,飞天寺别院。 两座寺院相邻,金刚寺别院大门紧闭,看不到人,而飞天寺的别院却是人来人往,相克不绝。 谭香远远飘出来,法空摇摇头,飞天寺与金刚寺结院已身,是老对头了,没想到竟然别院是一强之隔的邻居。 法空,你自己进去吧,我先回王府跟母妃禀报一声,要不然母妃又要担心了。 储玉说道,自己现在一出去,母妃便胆战心惊,唯恐被刺杀受伤甚至丢了性命。 如果这一次不是法空抵金,母妃绝不会放自己出府。 大哥与二哥都被母妃圈在府里不准出去。 父王已经是大宗师,不害怕刺杀,母妃反而放下心,让他自由行事。 法空何时,处于一行人离开,林飞扬看看眼前的金刚寺别院,再看看旁边的飞天寺别院,摇头道,差得太多了吧。 法空挠一下嘴,林飞扬上前敲门,砰砰,声音空忧伸远,很快直的响起,门缝探出一个光头和尚的脸,血眉皆白,脸色红润,半神情冷若冰霜。 他冷冷看一眼林飞扬,再看向法空,何人?金刚寺外院如金碧院,奉香请去别处,法空从怀中掏出碧玉牌,原来是住持到了,请,老和尚拉开大门,露出魁梧的身形,冷冷和十一里。 法空道,可是袁生师伯,正是,住持请罢,袁生老僧冷冷道,法空抬脚踏入大门,林飞扬也跟着进门,左右顾盼,惊奇的道,幽黑,好大的地方。 他原本以为只是一个小破寺院,可没想到,一踏进围墙大门,竟然宽阔得超出想象。 一个十米见方的放生池,池内有莲花,池边遍布青苔,还有几个乌龟趴在池边晒太阳。 再往后便是一条宽阔的半圆形大道,大道两边是高大树木,往上一层,便是灰红的大雄宝殿。 第123章在线,半圆形的大道好像大雄宝殿的两只翅膀,他们沿左边的大道往前走,高大树木头下的影子形成一片树荫,他们行走在树荫里,经过放生池,池中莲花摇曳生姿,仿佛在冲他们打招呼。 我喜欢这地方,林飞扬赞叹,开阔,一点不小加自弃,法空点点头,至少站在大雄宝殿的台阶上,看着眼前开阔的情形,会让人心胸围之意开。 两人来到大雄宝殿的时候,两个和尚正在忙碌,一个须眉皆白,相貌如青年的和尚在擦拭香炉。 这和尚见眉心目,俊逸不凡,即使须眉皆白如老人,仍给人意气勃发之感。 他拿抹布轻轻擦拭香炉,轻柔得仿佛在抚摸,俊逸的脸庞紧绷,眼神却柔和。 幽黑的香炉里几乎没有香土,三根长香正在慢慢燃烧,散发出淡淡檀香。 另一个和尚在擦拭台阶,他须眉也皆白,面若婴儿般红润光滑,脸上笑呵呵的。 埋头润润真真擦拭,每一寸都不放过,好像天地之间只有这一件事。 心无旁骛,专注如一。 法空和十一里,袁耶,袁灯,新任住持到了,袁生冷冷道,两人抬头,袁耶建国住持,俊逸和尚放下抹布,和十一里。 另一个满脸红光的老和尚也放下抹布,笑呵呵的道,终于有住持了,我们也能开四门迎相客了。 法空和十微笑,袁耶师伯,袁灯师叔,还要接着辛苦你们管理寺院。 我这个住持就是来游学的,见识一下神经的繁华,魔力佛心,大概是撑不起别院。 两人对视一眼,袁耶俊逸的脸庞微崩,神情冷峻,住持是来混日子的。 唉,袁灯摇头叹气,上一任住持袁新便是来混日子的。 法空失职你也一样,看来我们金刚别院甭想出头咯。 袁新师叔的手段厉害,我是万万不如的。 法空笑道,就按照原来一样就行。 他从心眼里见识过袁新的手段,着实厉害。 是,两人敷衍的阴一声,一个继续擦拭香炉,一个继续埋头擦台阶。 林飞扬张了张嘴,看向法空,再蠢的人也知道不能说这泄气话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把火烧起来,让人看到希望,有笨头,才会用心干火。 法空和尚道好,上来不但不烧火,反而浇水,让人心里瓦凉瓦凉的。 这住持怎么能干得好? 他暗自摇头,没经验啊没经验。 袁新闻闻道,住持随我进殿吧。 法空进入大雄宝殿,和时向金刚寺第一代祖师行礼,然后退出大殿。 两边的偏殿各供奉着几位祖师,皆是成就金刚的,他一一上前和时拜见。 大雄宝殿两侧是武郎,如两只手臂侧展。 大雄宝殿右侧有一个月亮门,穿门之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巨大的莲花池。 莲池中央的九层高台之上是一座大殿,藏金阁,约有三百多平米。 一百多米的武郎连接了大雄宝殿与藏金阁。 莲花池中,皎洁的莲花轻轻摇曳,雨而不时探头出来,又迅速缩回水里。 众人来到藏金阁,推门而入,一排排书架,满满当当,直接登上四层楼。 四层楼上面是一只黄铜大钟,壮中的原木紫漆漆的,竟然是紫檀。 慧林师叔负责这边,人声冷冷道,不过慧林师叔他一向贪玩,往往不知所踪。 真是好风景,法空站在中旁赞叹,四层楼,约有二十多米,前是相当于七楼,在神经内已经属于高层建筑。 可以看到不远处的一座座九楼,这些九楼建得更高。 这里距离进宫两千米左右,没有超着的茉莉是看不清进宫的,进宫方圆五百米禁止高层建筑。 不过对于他来说,两千米并不是问题。 站在此处,他清楚看到整个珠雀大道,透过一座座九楼的窗户看得到里面的时刻。 正是早饭时候,珠雀大道两旁摆了数不清的早饭小摊,各种食物的香气飘散出去。 整个神经仿佛笼罩在食物的香气中,喜欢便宜的,去路边小摊子吃,喜欢排场与精致的,去酒楼里吃,各有各自的吃饭去处。 一阵清风吹来,送来了阵阵诱人香气。 法空道,既然看完了,那便去外面吃饭吧。 我们室内有吃的,人声冷冷道,况且还没看住持你的住处。 先去拜一下设立塔,法空指了指最后一层院落,最后一层的院子中央便是设立塔,金砖所建的九层设立塔,身上处处是岁月的痕迹,斑驳残破,随时会倒塌一般。 法空何时拜过之后,去了藏金阁旁边的一座大院子。 这是一座极宽敞的四合院,是法空身为住持的住处。 往前一座院子小一些,则是袁生他们四人的住处。 都打扫得干净整洁,一尘不染。 法空与林飞扬离开别院,走出大门,袁生便碰得将大门关上。 林飞扬撇撇,好大的脾气,好像他是住持一般。 法空笑着摆摆手,看向旁边飞天寺。 飞天寺大门敞开,人来人往,来往的乡客们保持着安静,神情庄重严肃。 唉,林飞扬摇头道,看看那边,再看看这边,简直就是啪啪的打脸那,不能忍。 法空笑了笑,飞天寺吗,相克多也是理所当然。 怎就理所当然了,林飞扬不解,法空摇头笑笑,林飞扬越发心仰难耐,和尚,赶紧说说,你可以自己去看。 法空笑道,他们现在还不认得你,去见识一下也好。 行,林飞扬痛快答应,我吃饭回来便过去。 林飞扬对神经城熟门熟路,尤其是吃的,带着法空到了关云楼的二楼。 找了一磷窗的位子,熟练地叫了几道菜,很快便摆了一桌,满满当当,香气扑鼻。 法空坐在窗边,打亮着下面熙熙攘攘的人群,好像没感受到有旱灾。 林飞扬哼一声,还不是姓王爷的本事,他把粮扑都强征了,算是得罪了所有粮扑跟背后的主人。 粮食一点没涨价,城外的那些灾民都派发了粮食。 哎,他摇摇头,从没听说过有人敢这么干,也才知道我们大钱的粮食这么多,即使一年不种地,照样饿不了肚子。 法空漫不经心地听着,打亮着街上的人们。 各个神情悠闲,不紧不慢,林飞扬道,也就是姓王,他是军中出身,这一次竟然调运了军船,直接从南边往我们这边运粮,运粮的冰船一艘又一艘,每天都有数十艘过来,大家心里有底,根本不慌。 法空若有所思,大钱真有这么多的粮食吗? 法空一身紫巾袈裟,坐在这间酒楼,自然惹了不少的目光,却安之若素。 林飞扬也不在意旁人眼光,旁若无人的说话,中围人们看一眼法空,因为飞天四别院与金刚四别院就在附近近,看到和尚并不奇怪。 他们也就不再多看,说着自己的话,唉,这老天爷也特过了,该下一场雨啦,要不然,井水都快见底了。 我家里的井已经断断续续的,再不下雨,真要不得了。 可惜呀,姓王爷再能,也没办法降下雨,只能解决我们的肚子问题。 去安和打水败,回家放一放,烧开了也能喝。 已经有神威军守着了,不准私自打水,说会影响河道军船的通行,影响运粮食。 这老天,真不仁让活了,法空忽然若有所觉,他放下筷子,取出雪白手帕是了是嘴角,然后从怀里掏出无字佛经。 打开第一页,三个字更加清晰,已然能清晰看到这三个字是有无数的小字构成。 可惜这些小字也认不得,看什么呢,林飞扬正一口气把一个肉包子扔嘴里,慢慢咀嚼,探头偏一眼。 法空没理他,盯着小字继续瞧,想看清楚这些小字具体的模样,还真看清楚了两个小字。 可惜,也一个都不认得,他能感觉得到,这些小字与三个大字是一脉相成的,是字成一体。 林飞扬失笑,什么也没有呀,还以为上面有花那。 林飞扬所见却是一片空空荡荡,没有字,法空贴一眼他,继续盯着那些小字看,又看清了两个小字,也不认得。 神经城内最有名的宝学知识是哪位? 无,这一下问住了林飞扬,要是问林飞扬神经城里有哪些高手,他知道的更多一些,他根本不关心那些文人。 打听打听,法空道,林飞扬拍拍胸脯,包在自己身上,吃过饭后,两人下了关云楼,行走在西壤的朱雀大道上,不时停下来看看。 这个时候,早餐已经大半都收走,两边的商铺都开了门,伙计们辛勤地打扫,同时招揽客人。 法空回到别院时,发现大门口已经站了数人。 八名户为太阳学高谷,精气神经汉,旧气甜美的徐夫人正抱着徐青罗,脚下是两个小男孩拽着他一居,身边站着一个风神俊朗的青年。 法空知道这七年的身份,大前礼部郎中徐恩之。 徐恩之上前和十一礼,晚生徐恩之见过法空大师。 徐大人不必客气,请进吧,法空和十,又充徐夫人和十一礼,又充徐青罗于两个小男孩笑笑。 林飞扬之机的上前敲门,袁声隆隆打开门,请他们进去。 一行人静止来到了法空的四合院内,第124张飞天,宽敞的院子让两个小男孩撒开了欢儿,绕着花圃跑来跑去,嬉戏欢笑。 徐恩之笑看一眼,没去阻止,徐夫人则依旧抱着神采奕奕的徐青罗,坐在徐恩之身边。 徐青罗在他怀里很不安分,扭动挣扎想下地,却被徐夫人硬生生抱住。 虽然徐青罗皮肤已经恢复了娇嫩,与正常三岁孩子没有区别,可徐夫人心里有阴影,生怕他累着导致病情反复。 现在还是要静养为主,彻底巩固了在下地玩不迟。 两人坐在花圃后的小亭里,林飞扬漆了茶端上来。 徐恩之风神俊朗,双眼意义有神,仿佛能直透人心,昨夜压压犯疾病,内子情急之下,连夜奔网正神医那里失真救治,总算稳住了。 他端着茶展叹道,压压这是奇症,便是正神医也束手无策,只能脱缓,尽量延长压压的寿命。 晚生女内子其实看过多位神医,甚至还有各座寺院金鱼医术的大和尚,可惜,原本已经绝望,不奢望太多,只盼着他能开开心心的,享受到世间的美好。 法空点点头,两人显然是已经做好了徐青罗夭折的准备。 身为父母,看着乖巧女儿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是世间最大的煎熬与痛苦。 徐恩之感慨道,万万没想到,压压有如此奇遇,这般奇症竟然被法空大师钦刻之间致好,晚生夫妇实在感激不尽。 他放下茶展,起身郑重公身衣礼,徐夫人也抱着徐青罗起身,公身行衣礼。 法空文稳坐着,何时道,那便生受了,徐大人,徐夫人,这也是青罗与我有缘。 人海茫茫,神经如此之大,人如此之多。 我恰恰在那个时候进神经,与青罗相遇,青罗又与我亲近,这便是缘法。 是啊,缘法。 徐恩之摇头感慨,万万没想到世间还有如此奇功,真是大开眼界。 他向来对武林中人美好感,对三大宗与魔宗谬道都一样,觉得都是诚恨斗勇,殃及多少无辜百姓,是霍乱之源。 在最绝望之际,女儿却被金刚寺的外院住持所救,她心里的滋味真是复杂莫名。 可不管怎样,这对徐家都是再造之恩。 徐青罗真要这么去了,他们夫妇的心也跟着死了,活着也是痛苦熬间。 法空笑道,佛法无边,是啊,佛法无边,徐恩之缓缓道,从前是我眼界太窄,自以为是了。 他一直以为佛法是空谈,神通更是佛家的自夸自吹,只是传说神话而已。 法空笑了笑,徐恩之道,小女的病情,她是天生魂魄强大,精神健忘,这原本是好事。 法空看向徐青罗,但凡事过犹不及,她魂魄与精神过于强大,消耗也太距,身体便不堪承受。 原来如此,徐恩之恍然大悟,联系地看着徐青罗,压压确实是绝世聪明,晚生还以为是天度英才,老天既不让她说话,也不让她久活世间。 徐青罗伸出小手去摸法空,法空道,我只添补了她生机,想要彻底恢复,她最好还是走上修炼之路。 这个,徐恩之迟疑,她所愿者,唯有平安康恶而已,压压一旦练了舞,那就成了武林中人,那便凶险得多。 徐夫人轻声道,那压压能拜大师为师吗?我是金刚四弟子,不收女弟子的。 法空摇头笑道,那,徐夫人面露蓝色,法空笑道,不必做弟子,且传她一门小树,保全她性命而已,算是一场原法吧。 多谢大师,徐夫人起身脸认一礼,法空笑看徐恩之,徐恩之和十一礼,肃然道,多谢大师。 自己想的太多,能保住压压的性命,将来怎样,也比现在夭折得好。 法空左手偏指如剑,轻轻点在徐青罗的眉心。 徐青罗顿时闭上眼睛,一动不动,趋于之后,法空收回手指,笑道,让他自己练着便好,往后就无妨了。 徐恩之道,不知大师所传为何功,法空笑着摇头,不可说,其实是虚空胎吸经,这门奇功,当时之人几乎无法练成,唯有一些便义之人,像徐青罗这般才有希望。 不过这样的人往往都在幼年就死去,虚空胎吸经绝传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虚空胎吸经目前只有增强精神力,调节精神力,打开心眼之妙用。 剩下的妙用应该是在下半卷,已然绝传。 但这上半卷对徐青罗已经够用,好好修炼,即使不练功,也能让他聪明绝顶,五官敏锐,而且心眼远观。 对于常人已经足够用,他说着话,给徐青罗一记清心咒。 徐青罗睁开眼睛,惊奇地看着他,然后小手和识,多,谢,师父。 他声音单色,发音艰难,徐恩之与徐夫人却双眼放光,惊喜异常。 法空笑道,青罗,我们没师徒之缘,不必换我师父。 传译之恩,便是师父,徐青罗催生生说道。 他说这几个字的时候,已经没有干涩与艰难,纯属流利,比正常孩子更清晰。 说的话更是与大人无异,全无一点志气。 法空笑着摇头,呀呀,徐夫人惊喜地叫道,你能说话了? 娘,我能说话了? 徐青罗笑道,放我下来吧,不用抱着了,怪累的。 真,真的能说话了? 徐夫人还是无法相信,徐恩之激动地看着徐青罗。 徐青罗催生生换了一生爹,让他再也忍不住流下泪水,忙用袖子逝去。 他不好意思地冲法空笑笑,让大师见笑了。 法空微笑摇头,端起茶盏示意一下,徐恩之端展,轻挫一口,平息了激动之意。 徐青罗已经挣扎出徐夫人的怀抱,跑了出去,沿着宽阔的院子跑来跑去,感受着身体的力量。 两个小男孩也追过去,与他追逐嬉戏,徐夫人失去自己眼角泪水。 徐恩之已经控制了心情,感慨道,大师如此神通,何必要来神经,如今的神经,实在太凶险。 法空笑道,神经对寻常人来说是凶险,但对我大雪山宗弟子来说,倒也还好。 外有大雪山宗维护身符,内有一品高手作证,还有金刚不坏神功护体,神族通为压箱底逃命本事。 再不敢过来闯一闯,追逐金刚不坏神功更上一层,那就太过窝囊了。 哎,大师的出身确实让人羡慕。 徐恩之汉手,同意法空的想法,三大宗弟子便是护身符,那大师万万不可牵扯尽夺敌之争,否则,还是有身陨之险的。 徐恩之说道,据他所知,三大宗弟子也有陨落的,往往死在魔宗或者三大宗弟子手上。 一旦站了队,参与夺敌,有时候就是身不由己的自相残杀,眼红了眼。 嗯,这是自然。 法空点头,笑道,还是徐大人高明,既留亲欲,又能全身。 晚生惭愧,徐恩之笑道,自己这也是被逼无奈,自己以状元之资质,若到现在这不田地,十有八九都是自己所主动追求的。 自己主动去的礼部,是清闲之地,无责无权,不被人们所重视。 而且自己那番举动,已经自觉于仕途,人嫌狗憎,避之而不及,所以两位皇子都不会想着招揽自己,他也能保持超然独立。 不管怎样,先躲过这一场大麻烦再说吧。 简然,法空大师是看破了自己的手段与想法,不愧是高僧,年纪虽轻却洞彻事情。 徐大人为何不索性辞官? 哎,徐恩之摇头,想要庇护妻儿,如果没有官身,在这个世道太难。 法空轻轻点头,不管在哪个世界,官身确实是极好的护身符,民不与官斗,官官相护。 徐大人可识得这个字,法空忽然以手指叫茶水,在石桌上写了一个字。 徐恩之宁神看了看,皱眉摇摇头,晚生不识,不过若说金石之雪,晚生的师父却是一绝,可惜,他露出苦笑。 纵徐恩之一行人来到大门的时候,徐恩之看一眼旁边的飞天寺,露出险雾之色,摇摇头。 林飞扬对飞天寺越发好奇,一等徐恩之他们离开,他马上换了一身衣裳,飘身从侧墙离开,转一圈,随着香客门进了飞天寺的大门。 他随着香客门往里走,发现一进大门之后,墙壁内便叼着一座座佛像。 这些佛像里的和尚怀里都是抱着女人的,女子赤身,露出背臀,紧露出的侧脸展现媚人春意。 他正了正,保持着肃穆跟着香客门往里,发现一座座佛像都是如此。 大雄宝殿墙壁上绘着长长的彩画,是一个男和尚正盘膝坐在一堆女子之中。 这些女子哥哥掩饰魅形,或者身欲手抚摸他,或者趴在他膝上,青丝如铺,或者扶在他后背,露出春意盎然的美丽脸庞。 而俊美的男和尚则宝像庄严,背后有光轮,绽放皎洁光滑,如一轮明月。 他惊奇地看一眼彩绘,然后进了大殿,朝着一个宝像庄严的俊美男和尚和十一里。 他随着香客门退出了大殿,然后出了外院的院门,好奇地捉住一个香客,拉到一旁说话。 半晌过后,他才一脸怪笑地回到了金刚别院,来到藏金阁找到法空,呵呵笑道,真是厉害呀,非天寺,怪不得能香火鼎盛那。 法空放回一本书,又抽出另一本。 他准备把藏金阁这些书全部看完,看看有没有那种文字。 第125章冲突,法空笑了笑,继续翻书,他翻书速度极快,一眨眼便翻完一本,烙印入脑海。 非天寺真这么厉害,林飞扬站在他身旁,好奇地道,那些女人那么蒙眼能挡得住。 最累魔宗的寺院,法空摇头道,这名头不是白叫的,非天寺最擅长火里灾莲之术。 就没出乱字,林飞扬道,火里灾莲,就是玩火吗?一不小心就会烧着自己吧。 难免的,法空淡淡道,但火里灾莲失败的并不多,所以他们实力不俗。 唉,林飞扶扶着一个书架,顺便整理了一下摆放不齐的书,真是大开眼界,说真的,和尚,我也想成非天寺的信众了。 法空笑看向他,林飞扬道,我倒不是想弄女人,就是好奇,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法空道,我听说,他们的秘法一旦失败,则终生不能靠近女人,一靠近就会发狂。 那还是算了,林飞扬脸色微变,他不好女色,但偶尔也要找女人调剂调剂阴阳,免得在寺院里呆出毛病来。 所以对非天寺和尚的本事并不羡慕,他说起了徐清罗,和尚,那小姑娘资质很好吗? 如果好好培养,前途无量,法空轻轻点头,未必不能练成你的御影真经。 不可能,林飞扬一百首,他自得的一笑,我的御影真经是天赐而成,这么说吧,这御影真经创造出来之后,除了创出来的那位祖师,也只有我练成了,再没第二个人。 法空笑了笑,法空一上午都在翻书,想要把这些藏书都翻遍,他没想到如此衰落不成样子的别院,藏书竟然如此丰富。 远远超出他想象,中午时分,袁生过来冷冷询问是不是要在寺里吃饭,法空摇头,两人再次去了关云楼。 中午的关云楼依旧热闹,他们来到二楼时,大半个酒楼的桌子都坐满,窗户边的桌子只留下一张空着,看着格外的显眼。 林飞扬得意洋洋地请法空过来坐下,笑道,我已经在这里留了一年的银子,买下了这位子。 法空喊手,他一袭紫巾袈,动作徐徐,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从容自若地喝一口酒。 韭菜已经迅速摆满了桌子,赤林飞扬提前过来打好了招呼,他身法奇快,一两个闪烁便过来,吩咐之后再回去。 银子给足了,又显示出抄着的武功,关云楼的掌柜当然好好伺候,奉上围兵。 砰,忽然一声闷响,众人吓一跳,寻声望过去,却是一个魁梧壮实的青年正义拍桌子,脸庞胀红。 他同桌的三人皆红着脸,次人都喝得微醺,酒意上脸,眼神都带着逼逆不屑,是一副自己老大,老天爷第二的架势。 拍桌的魁梧青年双眼亮晶晶的,太阳学微现,显示出一身不俗的修为。 他忽然哈哈大笑,大笑声宛如童中大吕,震得众兵客们耳鸣眼花,皱眉不已,引起了恼怒,也当然引起了众人注意。 法空喝着自己的酒,细品其滋味。 自从来到神经,别的不说,为酒美食确实享受到了。 菜品既有南菜也有北菜,无一不美味。 酒名关云楼的招牌,名叫咸鱼玉露,醇厚而绵长。 这关云楼也难怪消费如此昂贵,却又如此热闹,宾客络绎不绝,绝不愁没人来。 你们听说没有,那魁梧青年目光扫视众人,哈哈笑道,朱雀大道东头的金刚寺别院,来了一位新住持。 宾客之中有羞为低的,不敢惹他,羞为高的,看他喝得醉醺醺醺的,也懒得惹他。 醉醺醺之人何必跟他计较。 魁梧青年平时是绝不敢如此放肆,可此时酒撞人胆,胸口豪气汹涌,撞怀激烈,便有了指点江山的气魄。 哈哈,金刚寺别院的新住持,魁梧青年大笑,众人皆摇头,林飞扬看向法空,法空皱了皱眉头,淡淡道,醉醺之人,岂能认由其胡言乱语,弄走。 林飞扬低声道,别着急呀,他万一夸我们呐。 法空失笑,一扶你真够天真的眼神看林飞扬。 林飞扬不服气,轰道,再等等看,金刚别院呀,就是站着毛侧布拉屎。 魁梧青年大声喝道,林飞扬顿时恼羞成怒,法空摇摇头,继续喝自己的酒。 魁梧青年继续大喝道,明明那么好的地方,站住了却毫不作为,而新来的住持呢,乳羞未干,就是糊弄人的,这是不把我们神经的人放眼里啊。 众人笑了笑,这便是胡搅蛮缠了,金刚寺别院的新住持干神经人什么事,怎么扯到不把神经人放眼里的地步了。 老三,别胡说,其实不是他们金刚寺别院不作为,是太蠢太笨,被飞天寺别院压得抬不起头,心灰意懒才这样的。 他同桌的一个销售青年按着桌子站起来,呸呸笑道,我呸。 还金刚寺呢,就是软蛋,不如叫草包寺。 哈哈,草包寺,有意思,这名字有意思,哈哈,草包寺。 其他三人顿时哈哈大笑,恶成一团,法空贴一眼林飞扬,林飞扬咬着牙,身形一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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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到响亮的耳光响起。 他们四个顿时无脸,惊恶的看向四周,露出愤怒神色,谁? 谁敢打我,找死,出来受死,他们看没人站出来,越骂越是愤怒,捂着脸,双眼冲血,天圆镜的气势蹦射出来, 声如惊雷,极为害人。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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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似到响亮的耳光,他们忙捂住另一侧脸,谁?藏头露尾,无胆小人,找死,该杀,他们捂着脸,越发愤怒欲狂,升阵九楼。 原本一楼与三楼的人都纷纷涌过来,看起了热闹。看到这么多人围着,看着,他们四个胆气大壮。 自己闹得再怎么厉害,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方也不敢怎么养自己。 所以有恃无恐之下,他们气势更盛,骂声更难听。 乔婊子养的,出来,滚出来给爹磕头认罪。 周围人们纷纷摇头,这便是喝醉酒啊,糊涂了,也不想想,人家给你们几巴掌,你们根本找不到人,怎么是人家害怕了? 该害怕是你们吧?武功明显是有差距的。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他们的手掌被无形的力量挡开,来回又挨了两遍,耳光又翠又响又有节奏,甚是悦耳。 法空轻挫着咸鱼欲露,露出微笑,林飞扬虽然智商与情商双低,不过有时候还是有点小聪明的。 不该下众手的时候没下众手,神经城内,众目睽睽之下,打伤了人是要出动绿衣风补的。 现在打而不伤,顶多算是各打架斗殴,各自散去,朝廷也懒得追究。 自人的脸微微红肿,却肿得不厉害。 但疼痛入心,他们已然彻底清醒过来,可他们并没有胆怯,冰冷的目光瞪向了法空。 当头那个魁梧青年咬着牙怒瞪法空,金刚寺别院的新住持是你,是不是你干的。 众人的目光顿时射向法空,法空从容自如,神色平静,目光温和,清措着咸鱼欲露。 他看向他们,仿佛在看几个调皮孩子,温和的目光透出肃然与责备之意。 果然是你,魁梧青年冷笑道,怎么,被我们说中了,便恼羞成怒,要动手打人了。 法空摆摆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是一轮耳光,自人这时候的脸不淡不肿,反而消了肿。 但痛苦更甚,他们脸上肌肉扭曲,咬着牙死死瞪着法空,欺人太甚,你们金刚寺别院竟然如此霸道,连坏话都不准别人说,大家都看到了吧。 都看到了吧,林飞扬现出身形,站在他们跟前,挡住了瞪向法空的目光,冷冷狠瞪着他们,混账玩意儿,喝了点酒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吧。 什么屁都敢放,是你,赐个青年顿时怒瞪林飞扬,魁梧青年冷笑,一幅讽刺模样,这便是你们金刚寺别院的作风,别人说一句实话,你们便要如此打压,如此疯狂报复,真是丧心病狂。 打你几个耳光就叫疯狂报复,林飞扬不屑的道,捏死你跟捏死一只蚂蚁没两样,只打你两耳光,是手下留情,懂不懂。 他伸出左手食指与大拇指,轻轻捏一下,以做示范。 围观的众人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那魁梧青年大笑,压住众人的轰笑,好一个金刚寺别院,长见识了,告辞,我们走。 他转身便走,另一个青年捂着脸摇头,这样毫无气魄,毫无胸襟的寺院,怎么可能出高僧,可笑啊可笑。 你们金刚寺别院注定陌落眉相克,谁去你们寺院那真是瞎了眼。 再放屁,就挨打,林飞扬抬起右掌,自人顿时一言不发溜走,站住,林飞扬忽然断贺,自人戛然而止,账结了,别赖账。 林飞扬哼道,自人还真准备赖账的,反正他们一走,酒楼便要把账算到林飞扬头上,林飞扬要是不结账,那就会有麻烦。 关云楼的后台可硬得很,据说是某一位皇子。 此时被林飞扬喝破,只能哼一声,抛出一定银子,昂首挺胸挤出观看的人群,大不留心下了楼。 第126章手段,围观的人们纷纷散去,临走之前,都会好奇地看法空几眼。 他们想象中,法空身为金刚寺外院住持,被指着脸骂,脸色一定会阴沉沉,恼怒之急。 可法空却是平和从容,目光温和地与众人一一汗手,弄得他们反而不好意思。 林飞扬则阴沉着脸,气哼哼地坐到法空对面。 法空笑了笑,几个小人,便把你气成这样。 林飞扬恨恨到,欠揍的家伙,真恨不得再给几个耳光。 再打就真受伤了,太气人了,林飞扬不解恨,即使众人散去, 二楼中原本的宾客们也不时地看一眼法空与林飞扬。 既好奇林飞扬的身法快,打耳光不见踪影。 又好奇法空的反应,真泰然自若,还是伪装的。 不过法空身穿紫巾袈裟,平静从容,一派高僧风范, 还是让他们忍不住生出好感。 有人忍不住攀谈,这位大师,真是金刚寺别院的新任主持。 林飞扬忽然瞪大眼睛,惊奇的道,不对呀。 众人纷纷看过来,林飞扬一拍桌子,大声道,我们被算计了。 法空笑看他,摇摇头,即使现在才看出来, 不过终究还是省过未来,也不算蠢到家。 林飞扬大声道,我们是今天早晨刚到神经,悄悄地进了别院, 怎么就有人知道和尚你是新住持了呢? 这消息也特灵通了吧? 众人若有所思,林飞扬道,如果不是特意盯着金刚别院, 怎么会知道你是新住持? 这明明就是有人暗算我们吗? 算了,法空白首,这要说清楚啊。 林飞扬耿起脖子,人在家中坐,或从天上来, 我们什么也没干,就遭此暗算,谁这么卑鄙无耻。 众人纷纷摇头,非天寺,林飞扬大声道,一定是非天寺, 他们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法空一挥手打断他,行了,闭嘴吧。 林飞扬信信地哼一声,baby啊baby,无耻啊无耻, 真是,气煞人也。 法空道,无症无据的是,别乱说话,吃饭吧。 气都气饱了,吃饱了就闭上嘴巴。 唉,林飞扬抓起酒杯,孤独孤独一饮而尽, 把气都撒在了酒上。 法空悠然自得地喝着自己的酒,闭上眼睛如陶醉状。 青年打开,四个青年亮腔下楼梯, 一手捂着脸,疼痛难当,哼哼唧唧。 关云楼是一座高楼,共有三层,每一层都有二十几层楼梯, 又宽又大,走起来很难摔倒。 可他们四个在走的时候,忽然脚下一半, 然后化为滚地葫芦咕噜噜滚下了楼梯, 碰了一声,重虫摔成一堆。 众人都以为他们是酒醉,手脚不好使, 所以不小心摔倒。 他们心里有数,自己已经醒了酒, 稍一运功早就散发了酒意。 吃自己双脚忽然一致,好像被人用双手死死抓住, 一动不能动,而同时,钢器也停止运转。 抬不下楼之际,这么一变故,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倒栽下去, 没直接撞的脑浆蹦立也是幸运, 只是鼻子流血,身上摔得疼痛钻心。 他们抬头瞪一眼楼顶, 在众人哄笑声中,彼此扶起对方, 亮呛着逃离观云楼。 法空继续闭眼,刺人亮呛着出了楼, 狼狈不堪地挤进汹涌的朱雀大道中, 脚下灵活。 三拐两拐,进了一座小巷, 来到一个灰衣人跟前。 灰衣人头戴一黑斗笠, 遮住自己脸庞, 正静静站在小巷阴影里一动不动。 看他们过来,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巴掌大小的布囊, 高高抛给他们,转身便走。 四个青年盲纷纷伸手, 接吻了布囊,打开一桥, 月光之下,荧光闪烁, 一堆碎银子。 他们彼此对望一眼, 笑了起来, 他们觉得这件事办杂了, 还能得到酬劳, 当真是运气好, 碰到一个好主顾。 可惜没见到人脸, 可这一行的规矩他们懂, 看不到脸才是最好的, 免得后续有麻烦要灭自己的口。 皈依人出了小巷, 将斗力往后一先, 赋于背后, 钻进了朱雀大道汹涌的人群里。 却是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 他在人群里穿梭如鱼, 灵动地绕来绕去, 最终往北一转, 穿过一条小巷, 来到一座寻常人家的宅院。 轻轻敲门, 里面有一个老鱼拉开门, 看到是他, 便打开门让他进去。 英俊青年只是抱拳衣礼, 没说话, 转过照臂来到院子正庭。 院中央却是一个方形池子, 约有三米宽。 池水湛蓝, 澄澈见底, 可看到有闪烁着亮光的小泡泡不时浮上来。 却是一眼泉水, 池边站着一个俊逸中年男子, 身形挺拔修长, 黑亮的小胡子更显得他面如关玉。 他手里是一把铜钱, 正气定神闲地观赏着池水, 盯着一个各闪亮的气泡。 英俊青年抱拳, 乡主, 半成了, 俊逸中年淡淡地道, 可看过那位新任住持了。 是, 英俊青年点头, 确实不是寻常人物, 相貌寻常, 但风采不寻常, 难怪会派过来做住持。 呵呵, 俊逸中年笑了, 摇头道, 金刚寺可没寻常人物。 但再不寻常, 碰到乡主, 也是一样要灰头土脸, 最终灰溜溜地缩毁金刚寺。 归根到底, 金刚寺还是太傲, 觉得别愿没那么重要。 俊逸中年摇头, 莫要得意忘形。 是, 英俊青年笑道, 相主这一招挑拨离剑, 借刀杀人, 是暗算于无形, 他们一定会认为是非天寺, 这一对老对头一定会斗起来。 这是一定的, 俊逸中年淡淡一笑, 将一枚铜钱往池水里一抛。 两个小气泡悠悠上浮, 闪着亮光, 恰好拖住了下沉的铜钱, 令他浮起, 慢慢到了水面。 俊逸中年露出笑容, 豆吧, 豆吧, 豆得越激烈越好, 我们也能看看热闹, 哈哈, 他忽然发出大笑。 叫得突兀, 笑声沙哑难听, 他平时说话低沉, 听不出如何, 这般一笑, 便暴露了嗓音的弱点。 英俊青年面不改色的微笑, 香煮神机妙算。 去吧去吧, 俊逸中年摆摆手, 别再靠近金刚寺别院, 得小心那些老家伙, 个个狡诈, 不能不防。 是, 英俊青年抱拳退出去, 俊逸中年又抛出一枚铜钱, 只是这枚铜钱却没能被浮起的气泡托起, 晃悠悠地坠落到池底。 俊逸中年哼一声, 紧盯着池水一动不动。 法空睁开眼, 他若有所思的亲戳一口酒, 送一块酱肉进嘴里, 慢慢咀嚼。 原来就有点怀疑, 这手段太操, 现在证实果然不是飞天寺所为。 不过换了一个人, 即使怀疑有问题, 也同样会怀疑飞天寺。 伊林道府, 这样一来, 与飞天寺肯定要斗起来的。 他看看周围, 发现一个个宾客都在偷偷打量自己, 便没施展神足通。 两人酒足饭饱, 懒洋洋地下了观云楼, 沐浴着秋天明媚的阳光, 慢慢悠悠在朱雀大道上闲逛, 朝别院走去。 他们随意地走着, 远远便发现别院前戒备森严。 近百甲兵已然将别院前围了三层, 最中央是许妙如, 许妙如一席肃淡的阑珊, 头戴密帽, 垂下的白纱遮住了美丽的脸庞。 小桃小姓梁侍女扶着他, 身边跟着楚狱, 正等候在别院大门外。 这么多的甲兵, 引来了飞天寺乡客们的好奇。 他们纷纷驻足观看, 想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甲兵们围得密密麻麻, 几乎没有缝隙, 可人总有高矮不同, 还是会有缝隙。 有人从缝隙里认出了楚狱, 近王府的三公子, 而且俊美逼人, 所过之处即引人注目。 竟然是姓王府的人, 看那两个丫鬟, 应该是姓王妃, 我认得其中一位丫鬟, 是王妃的贴身丫鬟。 有相克压低声音, 小桃与小姓不管是容貌 还是身材及气质都过人, 站在人群里如鹤立鸡群。 为何姓王妃仍要去金刚别院, 为何不来我们非天寺别院, 嘿嘿, 众相克摇头失笑, 他们随即又脸去笑容, 恢复严肃, 觉得微微有些惭愧, 姓王爷行事让人佩服, 对王妃不敬确实不该。 另有一些相克则露出古怪笑容, 这些是痛恨姓王的, 姓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一旦朝廷寻此例, 那么自己这些生意人则随时有破败之忧。 来了来了, 楚玉忽然叫道, 他大不留心出了假兵的包围, 来到法空进前, 抱怨道, 法空, 你们别愿也特不进人井了。 他们敲门, 大门打开之后, 守门人只是冷冷瞪一眼他们, 问找谁, 然后又说住持不在, 改天再来, 便蓬得关上门, 再敲也不开了。 曲妙如已经轻盈地迎过来, 远远和时行礼, 大师。 法空和时笑道, 王妃别来无恙, 托大师的福, 曲妙如摘下密帽, 递给旁边的小杏, 露出绝力的脸庞, 奄然笑道, 大师总算是来神经了。 林飞扬已经去叫开门, 曲妙如挥手退开中假兵, 让他们等在外面, 自己与两个丫鬟及处欲随法空进去。 法空颇为感慨, 是啊, 终于还是来神经了。 在众相克的惊奇目光中, 法空一行人进了别院, 惹来他们的议论纷纷。 王妃果然美得天下罕有, 传说不虚, 名不虚传, 没想到这位便是新任住持, 太年轻了吧。 没想到王妃竟然与他有交情, 拍上信王妃, 金刚寺别院这便要起事了。 起事, 嘿, 是倒霉吧, 也对, 第127章点破, 晋王不妙, 形式不妙, 结局不妙, 这是所有人的共识。 只是有的人惋惜, 不愤, 觉得这等为国为民的王爷难得一见, 该有一个好结局。 有的人痛恨他不死, 恨不得食他的肉喝他的血。 尽管信王现在还好好的, 九门提督也做得稳稳当当, 并没受罚。 可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朝廷之上, 关于信王的谭章落起来足有一人高, 皇帝都留忠不发。 但终究是众怒难犯, 皇帝也不可能一直留忠不发, 不可能逆百官之心而保一人, 尤其还是他自己的儿子。 人们隐隐都明白, 信王最好的结局也是罢官丢职, 很有可能是贬为庶民。 跟这样的王府走近, 那便是自投泥沼, 自觉生路。 可笑今当次别愿竟然干冒天下之大不韦, 众乡客门皆摇头, 有的觉得勇气可嘉, 但形势鲁莽, 有的觉得可笑, 自寻死路, 自己作死。 法空看到两点信仰之力到账, 心情愉悦。 他没因为信仰之力暴涨而看不上两点, 两点就能施展两次神通, 关键时候能救两次命, 多一点都是极好的。 大雄宝殿前上了香之后, 许妙如在别院信不而行, 言大道看看放生池里的乌龟, 笑道, 这些乌龟怕都是老家伙吧。 法空笑着点头, 当真是好福气, 许妙如感慨道, 沐浴佛光, 悠然自得, 毫无烦恼, 法空笑而不语, 灾人站在池边, 正午的阳光明媚, 照得许妙如越发细腻银白, 宛如杨之白玉一般荧光流转, 淡淡幽香漂浮在他身边, 缭绕在法空鼻前。 许妙如看着池中莲花, 其实我来之前, 一直在犹豫, 是不是要过来见和尚你? 是怕连累于我? 哎, 现在信王府就是一艘沉船, 谁都不敢靠近, 谁靠近了谁就要倒霉。 王妃过滤了, 金刚别院已经低无可低, 也无所谓了。 法空道, 我也没打算振兴别院, 姑且就这样吧, 过来神经不过是开开眼界, 领略一番大前气象。 比起前世的大都是, 神经人口没那么多, 可更加热闹, 别的姑且不说, 吃的喝的玩的更丰富。 如果真连累了你, 实在是, 王妃, 皇上会对王爷如何处置, 我算不出。 法空摇头笑道, 娶妙如鸣嘴轻笑, 灿烂夺目, 和尚你过于敏感了, 我可没那个意思哟。 王妃你真有这意思也无可厚非, 关心则乱吗? 法空笑着伸手一让, 我们过去喝茶吧。 他们来到池边一个石桌旁, 林飞扬奉上茶明, 楚玉根在一旁一直没说话, 此时喝一口茶, 摇摇头, 明天我送些好茶过来。 他笑道, 和尚你终于想通了, 何必待在那苦寒之地, 神经多好, 我明天你闭嘴吧。 曲妙如称道, 都什么时候了, 不准到外面招摇。 楚玉面露无奈神色, 法空笑道, 楚兄, 你招待我是假, 自己想出去透透气是真吧。 楚玉瞪一眼他, 看破别说破吗? 曲妙如邪逆楚玉, 现在所有人都在盯着我们王府, 任何一点把柄都会被抓住来参奏你父王, 便是没有把柄, 也要制造出把柄来, 你这样的, 太容易被人家设套。 楚玉道, 娘你也太小瞧我, 我带着那么多人呐。 有时候啊, 人多未必管用, 曲妙如摆摆玉手, 别乱打主意, 老实待着。 他随即又一横眼, 你一边去, 别打扰我跟大师说话, 楚玉无奈, 我不说话便是了。 曲妙如看向法空, 和尚你有什么不方便的事, 就吩咐府里的人去做, 王爷现在是豁出去, 无所顾忌。 法空点头, 他能体悟到曲妙如的一片盛情, 前前还说别让人抓住把柄, 现在又说无所顾忌, 显然是别让他有所顾忌。 曲妙如抬头看一眼天空, 叹道, 这鬼天气。 要是再这么汗下去就麻烦了, 法空感觉到怀里的无名佛经有异动, 他直接取出无字佛经, 看到那三个字越发清晰。 曲妙如笑道, 这本无字佛经大师可有新的发现。 法空递给他, 曲妙如只是拼一眼, 摆摆玉手, 我已经摆弄过很久, 已经受够了。 法空笑着收回, 果然, 除了自己, 旁人看不到这三个字。 为何这三个字又清晰了一点点? 他在脑海里分析, 好像每次都是有人说起天气。 天象一变, 如果再这么下去, 死得不仅仅是庄稼了, 那些树木都要死, 再种新的, 开花结果就得几年, 不知损失几何。 曲妙如轻轻摇头, 看来老天时生气了, 要惩罚世人。 法空笑笑, 越有殷勤缘缺, 人的心情也有殷勤, 天气也是一样的。 哎, 曲妙如叹息道, 已经有无数的高僧们开谈其语, 可惜毫无用处。 法空笑了, 曲妙如道, 他们这些高僧, 真本事没有, 嘴上的本事是极厉害的, 说是没求下雨, 是信众们心不够成, 心成则灵, 不灵则是不成, 合着没他们什么责任, 全是信众的责任。 法空点点头, 心成则灵这话是没错, 那也要看什么事, 其语吗? 不好说, 世间歧视不能一概而论。 他的佛咒都能用, 旁人未必没有别的奇能, 世间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来运转的。 其语知识看似不靠谱, 可自己的四大佛咒 哪一个又是人们想象得到的? 曲妙如与法空又谈论了一番佛法, 谈起阿弥陀佛与金刚经。 待喝了一盏茶, 他起声告辞, 他笑言这一阵子编闷异常, 跟法空说说话, 感觉好多了, 明天再过来打扰。 法空笑着答应, 举妙如见识不俗, 而且读书极多, 思维灵动, 说话很有趣, 法空也喜欢跟他闲聊。 王妃出了别院之后, 会有一场刺杀, 法空与许妙如往外走的时候, 慢声说道, 许妙如修长路病的眉毛醋了醋, 芙蓉玉脸露出不屑, 一群小人, 对付不了王爷, 只能找我这个弱女子的麻烦。 法空笑道, 杀了你, 比杀了王爷更让他们高兴, 让王爷生不如死才是他们最想做的。 举妙如叹口气, 轻轻点头, 法空道, 在望江楼前, 他们会分成三路发动, 每一路三个死士, 采用玉石巨坟之法。 如果不是来见和尚你, 我这一次凶多极少。 如果不是来见我, 他们也没机会刺杀, 因因果果, 实在纠缠不清。 此事还真够多的, 九个死士, 武功还都挺厉害的吧。 六个天元境界, 三个神元境界, 法空神情复杂, 别看在大雪山, 神元境好像很容易, 可在武林之中, 神元境可是一代宗师, 在每一个宗门里都是顶梁柱的存在。 整个大前武林的神元境, 四分之一在大雪山宗, 四分之一在光明圣教, 四分之一在天海剑派, 剩下的四分之一, 分散在大前武林各宗各派之中。 当然, 神武府没算在其中, 他们平时待在神武府内, 没命令不出府。 如今, 神元境高手竟然充当了死士, 害人听闻。 法空很好奇这三个神元境高手是怎么想的, 单做死士, 能驱策神元境高手做死士, 到底是何方神圣? 处于宇宙没道, 三个神元境, 还好, 我们有四个神元境供奉, 法空以脚画地, 画出一份地图来。 这里是望江楼, 这三拨人分别埋伏在这里, 这一波, 这一波, 最后这一波。 法空只着地图解说, 处于双眼炯炯, 死死盯着地图看, 法空聊聊几笔就将望江楼与朱雀大道的周围建筑勾勒得清清楚楚, 一丝不差, 每一笔都抓住了各个建筑的特点, 如望江楼的楼梯, 如旁边风月楼的形状, 如对面玉狼阁的玄钟。 一清二楚, 一眼辨认出, 还真够隐蔽的, 处于冷笑道, 他们在这里彼此能看到对方, 可以协调同时行动。 正是, 法空道, 而且也能观察清楚你们队伍的情形, 供奉在哪里, 哪里是弱点。 一看便知道是金鱼刺杀的, 处于哼道, 法空道, 他们会分成两批, 头一批是每一路各出两个天元镜高手, 吸引了你们神元镜高手之后, 三个神元镜高手在出动, 两个对付你们的神元镜, 一个对付王妃, 神元镜高手施展玉石巨焚的招数, 你们挡得住。 狠毒, 处于脸色微变, 他听着法空的解说, 一颗星象被压上了石头, 深吸一口气道, 这是非要致母妃于死地不可了。 法空缓缓点头, 取妙如道, 玉儿, 派个人过去, 让你父王来一趟。 是, 楚于肃然点头, 这个时候, 父王相伴左右, 那便万无一失了。 法空道, 王爷很可能被事情办住了, 他们不会容许王爷前来搅局。 到底是谁, 楚于阴沉下俊美脸庞, 法空摇摇头, 他凭天眼通看不出背后的主谋是谁, 天眼通是有局限的, 只能确定在所看之人的视角, 没办法看到全局。 那这样, 我们先派护卫挡住天元镜高手, 四大供奉不动, 待他们三个出动, 四大供奉再出手不迟。 法空双眼忽然变得深邃无底, 看一眼许妙如, 又看一眼楚御, 轻轻点头, 甚好。 一行人离开了别院, 楚御跟在许妙如的轿旁, 心神紧绷着, 不时顾盼四周。 许妙如在轿内淡淡道, 玉儿, 沉住气, 一点小事就这般慌张。 娘, 这可不是小事, 她看着望江楼渐渐来到镜前, 沉生鹤道, 东岸吩咐行事, 不准望自行动。 是, 仲甲冰陈鹤, 第128章幕后, 哈哈, 大笑声忽然响彻天空, 六个中年男子分别从朱雀大道两旁的建筑后飞起, 如六只苍蝇贴着乌籍俯冲而下, 大声喝道, 不想死地让开。 他们揭穿灰色短衫, 身形俐落, 相貌各异, 双眼炯炯如火去燃烧, 一服狂热之态。 镜王为一己野心, 腰买民意, 逆天而行, 扰乱朝纲, 这场大汗皆因他而起, 是上天的警示, 杀姓王, 则大汗立解。 杀姓王, 则大汗立解。 杀姓王, 六人同时发出惊天句后, 响彻半条朱雀大道。 曲妙如在教内一听, 顿时芙蓉脸微微色变。 对方的这一招和等百毒, 王爷先前一番举动, 虽然得罪了所有的朝廷官员, 可是却得了民心, 也并不是一无所获。 皇上迟迟没有降罪, 很可能就是民心所致。 而这六个家伙竟然如此说, 显然是倒打一耙, 把大汉的责任推到了王爷身上。 人心是难测的, 人们觉得王爷敢于得罪那些凉扑的老板, 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韦, 内心是佩服的。 可人心都是自私的, 一旦杀掉王爷就能解决干旱, 即使他们半信半疑可能是谣言。 可万一是真的呢? 但凡存一丝希望, 还是要努力去争取的。 杀一个王爷去博取这一分希望, 现在他们还没那么急迫, 能生会犹豫, 一旦将来干旱一日重过一日, 他们的杀心就会更浓。 想想就可怕, 处于阴沉着脸, 恨不得封死这六个家伙的嘴。 他狠狠一挥手, 杀刺客, 重甲兵脚下挤走, 一形换位, 长刀出鞘。 明媚的阳光照得一柄柄长刀雪亮, 寒光闪烁。 刀光映亮了周围的人们, 大街上的人们纷纷后退, 有的钻进望江楼, 有的退回旁边的商铺, 远离这边区域。 即使有天大热闹可看, 也不敢留下来看。 靳白甲兵忽然跃起, 在空中横挡在六人跟前, 朝前劈出一刀。 嗡, 刀光如漫天雪花飘飘洒洒, 动作整齐划一, 百人宛如一人, 匿急的刀光形成漫天雪花笼罩了六人。 叮叮叮叮, 六人拳打脚踢抵挡刀光, 身形却是致了致, 不由的飘坠往下。 他们一看这形势, 知道这些假兵都是军中精锐, 短时间无法破开他们阵势。 看来只能用最后一招, 六人对视一眼, 心中一横, 顿时便要施展玉石巨坟的奇功, 化为雪雾将这些假兵一波都带走, 共赴黄泉。 驾在此时, 他们念头刚起, 忽然脑海一清, 好像有无形的力量注入脑海, 清凉而滋润, 这一瞬间, 他们莫名涌出昂然的斗志, 涌起对生命的强烈眷恋, 一时之间竟然迟疑, 不想施展玉石巨坟了。 原本是早有死至, 觉得自己一人独活也无趣, 不如早死早解脱, 早早与妻儿老小团圆。 可现在, 他们觉得自己活着也没什么, 不急着与妻儿团聚, 先好好过完这一世。 而且即使身处困境, 也不是没可能凿穿他们的防护, 从而杀掉姓王妃。 姓王不死, 大汉不止, 可姓王现在太强, 他唯一的破绽就是家人, 杀掉姓王妃, 姓王就有了破绽, 就能杀死。 杀姓王, 大汉除, 六人同时断贺, 动作变快了一丝, 好像反应更快了。 这便是清心咒的威力, 顿时数个假兵受伤, 被他们往前推进了一尺, 看得楚玉咒眉不已, 几乎忍不住招呼供奉上去。 陆玄明站在他身边, 神色淡漠, 轻轻道, 他们挡得住, 不急。 陆先生, 父王这些兵确实精锐, 王爷放心派他们过来保护王妃, 自然是信得过, 待会儿要请陆先生多多费心, 分内之事, 来了, 陆玄明神色微变, 审声道, 誓死别离开教旁, 免得为人所称。 明白, 陆玄明与另两个神员竟高手飘身飞起, 轻飘飘迎上三个飞来的老者。 这三个老者须眉皆白如霜, 皮肤枯黄, 皱纹身密, 好像得了重病一般, 双眼也暗淡无华。 这与神员竟高手的神采不同, 神员竟高手不管是头发白还是黑, 皮肤都是紧绷而觅食, 气色极佳, 身体是处于人生最巅峰的状态。 这三个老者偏偏一脸衰败之相, 仿佛风中惨竹。 但再怎么一脸并相, 神员竟高手就是神员竟高手, 绝不能因此而小瞧。 三位供奉紧绷新神, 飘飘迎上, 陆玄冥施展掉月印, 潇洒优美, 另一个中年供奉施展雪平印, 气质森冷。 最后一个中年供奉则施展剑法, 常剑如电, 席卷向对面的黄脸老者。 拨, 砰, 丁, 六人在空中交手, 脚底下则是雪亮的刀光, 滚滚如雪崩, 压得六个中年步步后退。 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些算不得武林高手的寻常甲兵竟有如此未适。 每一刀看起来都很平常, 可是密集合在一体, 则无坚不摧, 不可撼动。 面对这翻滚的刀光, 他们竟然不由得胆怯, 十分力气施展出来只有七八分。 这便是大前的大雪崩刀阵, 法空与林飞扬再次来到关云楼, 坐到林飞扬已经定下一年的位子。 关云楼里的人们议论纷纷, 正在不断有人离开, 都是听说了望江楼那边的热闹。 关云楼在朱雀大道东头, 而望江楼则在朱雀大道中央, 距离八九百米远, 站在关云楼是看不到望江楼那边情形的。 林飞扬听到了议论, 顿时心痒如恼, 和尚, 我过去看看吧。 林飞扬压低声音, 就看看, 不出手。 法空摇头, 林飞扬紧盯着他, 急切道, 我的身法, 谁能看到。 即使出手也没人发现的, 更何况不出手。 好好吃饭, 唉, 林飞扬用力叹气, 凭和尚你跟王妃的交情, 怎就袖手旁观了。 法空闭上眼睛, 双手手印, 迅速施展清心咒, 一口气施展了九道清心咒。 林飞扬闭上了嘴, 他明白了法空的做法, 哼道, 光用佛咒, 万一他们还打不过那。 那个时候你再去, 好吧, 林飞扬顿时粘头搭脑, 他估计自己是没机会出手了, 正准备施展玉石巨坟招数的三个神员进刀手忽然威致, 枯黄的脸色微变。 他们没想到忽然一盆凉水浇下, 自己的死至一下消散, 忽然产生了极其强烈的求生念头。 走吧, 一个脸色枯黄的老者忽然沈声道, 二师兄, 另一个枯黄老者沈声道, 我们一走, 那他们, 即使我们真死了, 他们就一定能活。 可是, 我们先活下来再说吧, 我们活着, 还是一个震慑, 死了, 他们才肆无忌惮。 好, 想走就走, 陆玄明发出一声猛笑, 留下吧, 掉月道的小子, 在纠缠, 莫怪老夫狠下心拉着你一起归西。 陆先生, 随他们去吧, 楚玉阳声道, 陆玄明冷冷看着对面老者, 看着他飘飘而去, 另两个枯黄脸老者也飘飘而去。 法空睁开眼, 低声道, 跟上去看看。 哈哈, 林飞扬顿时一跃而起, 大笑一声, 一闪消失无踪。 他闪烁两下, 已然到了望江楼, 站在阴影里, 看到了飘飘而去的三个哭黄脸老者。 他一闪消失, 跟上三个老者, 撤, 撤, 六个天元镜高手也有了撤意, 他们被轻心咒意激发, 对生命极为热爱, 不想把命抛在这里, 有了退意。 随他们去, 楚玉冷冷道, 是, 中甲兵退后, 绝崩般的要眼刀光顿时消失, 六个天元镜中年长舒一口气, 深深看一眼楚玉, 转身便走。 楚玉俊美的脸庞阴沉沉的, 却强行压住怒气, 现在的关键不是杀死刺客, 而是保护母妃。 娘, 已经退了, 嗯, 回府吧。 是, 楚玉原本还打算追击的, 趁胜追击, 甚至找到幕后黑手, 可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周围的人们议论纷纷, 这便是刺杀, 骨头蛇尾麻, 连进身都进不了身, 还刺杀那。 外行, 老鱼, 你这个内行说说,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这是欲敌于外, 不是刺客差, 是姓王爷的护卫强大。 望江楼三楼的一间屋子, 几个锦衣青年以窗而立, 冷冷看着外面的情形。 他们一手端着酒杯, 一边摇头一论, 神色冷冰, 整个雅间的气氛沉闷。 这个姓王妃, 命是真够大的, 先前说已经病得不行了, 结果活过来了, 这一次天衣无缝的刺杀, 还没杀死。 晋王在军中果然关系深厚, 尽调得动如此精锐之势。 不是军中, 而是他酒门提都衙门的, 被他训练成这样, 他确实善于训兵, 是一个奇才。 可惜往往是天度英才的, 嘿嘿, 正式, 众人微笑, 气氛缓和一些, 这一次即使刺杀不了姓王妃, 散播出这话, 也足够致信王于死地了。 郭兄, 高明, 众人抱拳, 其中一个温和青年赞叹, 实在妙计, 温和青年摇头微笑, 清磋一口酒, 杀人诛心, 唯有先打破姓王的衣室, 才能借皇上之手杀他。 皇上顶多拿掉他的酒门提都之位吧。 咱们这位皇上还是很护短的, 如果他有意邀买民心呢? 温和青年微笑道, 所图甚大啊, 妙, 当真是妙, 众人扶掌赞叹, 温和青年摇头笑道, 这一场刺杀没能如愿, 但姓王的好日子已经要开始倒数了, 就等着好戏吧, 我们开一个头, 剩下的不必再动手, 自会有人蜂有而至, 让咱们的姓王爷见识一下人心的残酷吧。 哈哈, 众人大笑, 第129章搭救, 叫了好一会儿, 他们继续喝酒, 啵啵的敲门声响起, 屋内的几个青年都皱起眉头, 他们事先已经吩咐了护卫, 任何人不得打扰, 怎会有敲门声响? 至于说他们的话被人听到, 其实根本不怕, 无所谓, 知道了也没什么, 自己只是胡说八道几句, 又没有证据, 那些刺客都是死事, 即使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施展同归于尽的招数, 但绝不会咬出自己, 更何况, 也咬不到自己身上, 谁啊, 蓝布宾斯, 外面有人沉声喝道, 打开门, 蓝布宾斯, 屋里的几个青年皆皱眉, 敬郭的青年微笑道, 总得开门的, 一个青年上前打开了门, 砰, 青年被撞得亮枪后退一步, 六个魁梧撞硕, 身披光明凯的军士涌进来, 他们瞬间站好了方位, 两个守在窗口, 两个守在门口, 两人分别守着墙壁, 不知各位君也有何贵干, 郭姓青年抱全温和地说道, 我等在此喝酒闲聊, 可是犯了什么忌讳, 一个身着光明凯壮硕如雄的青年男子跨进屋子, 沉声喝道, 奉命, 旺江楼所有宾客全部随我们回南部宾斯衙门, 他声音低沉, 听在耳中却如惊雷乍响, 震得脑袋嗡嗡作响, 脸色不由苍白, 不知奉谁的命, 郭姓青年摇头笑道, 我们在此闲剧, 竟然也要被捉回南部宾斯, 奉上官的命, 你们不必知晓, 壮硕如雄青年冷冷道, 不服气也憋着, 呵呵, 郭姓青年笑着摇头, 南部宾斯真是好大的威风啊, 一个青年从怀里掏出一块铁牌, 晾了晾又收入怀里, 傲然道, 我们是密王府的人, 壮硕如雄青年冷冷道, 原来是密王府的人, 幸会, 带走, 乱着, 吃铁牌的青年断贺, 他盯着壮硕如雄青年, 沈声道, 还没请教将军遵信大名, 周丰, 原来是周将军, 吃铁牌青年缓缓道, 你们南部宾斯是奉信王爷的命令行事吧, 这是自然, 周将军, 你难道非要跟信王爷一条路走到黑, 不想想我们密王爷, 带走, 乱着, 吃铁牌青年断贺道, 即使不想投入密王爷门下, 难道就非要得罪密王爷, 周将军你可要想清楚咯, 将来信王爷不在, 谁能护你, 你们难道是死人, 带走, 周丰眼睛朝周围假兵一瞪, 愣着干什么, 是, 将军, 敬周的, 你如此折如我等, 便等着算账吧, 吃铁牌青年冷笑一声, 周丰面不敢色, 一摆手, 到那时候再说吧, 法空睁开眼睛, 摇摇头, 怪不得有这么大的胆子, 原来是密王府, 兄弟相残, 也真够悲哀的, 太多人恨不得信王死, 可真正敢刺杀信王能刺杀信王的, 却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如果不是被逼走投无路, 刺杀一个王爷, 被查出来那可是一灭全族的, 密王显然是准备浑水摸鱼, 他想了想, 进屋拿了笔墨, 会出了一幅肖像画, 正是信郭的青年, 栩栩如生, 神采俱足, 他忽然觉得林飞扬不再很不方便, 事事都要自己做, 太繁琐, 一会儿过后, 林飞扬一闪出现, 撇撇嘴道, 那三个老家伙是一个小宗派的长老, 宗派被神武府灭得差不多了, 他们三个受了神武府的重创, 命不久已, 逃出二十几个人, 结果半路又被人捉住了, 嘿, 真是够倒霉的, 然后被胁迫刺杀了信王爷, 就放那些被捉得离开, 包括少宗主, 没查出是什么人干的, 林飞扬撇撇嘴, 他们受骗了, 根本没人在搭理他们, 正气得发疯呢, 他摇头道, 不知说他们纯好呢, 还是说那帮家伙缺得好, 真是太卑鄙了, 那些逃出来的孤儿寡母, 残兵圣族根本毫无威胁, 毫无用处, 偏偏还不放, 只能说这些人的心是黑的, 自己即使觉得三个老家伙该死, 也觉得他们三个可怜可悲, 法空摇头, 神圆镜, 神圆镜高手落到这步田地, 确实让人扼腕, 和尚, 要不然我们收了他们三个, 林飞扬忽然精神一阵, 兴奋的道, 他们走投无路, 只要帮他们救了那帮人, 就能收了他们的心, 三个神圆镜还是有点用处的, 再说他们的伤也难不住和尚你, 法空缓缓摇头, 不收白不收啊, 林飞扬越发觉得自己提议英明, 简直是一件树雕, 法空摇头, 要找高手, 何必舍尽求远, 解不说别院里便有三个, 实在不行, 还可以从金刚寺求远, 从明月安求远, 明月别院就在城南, 不过两里路而已, 对他们这般轻功, 一眨眼便道, 林飞扬道, 就这么白白放过了, 我看他们也命不久矣, 伤太重了, 啊, 你是怕信王爷怪罪吧, 根本不可能, 法空皱没看他一眼, 林飞扬挠头, 我就是觉得他们三个挺可怜的, 堂堂的三个神圆镜高手, 混成这样, 太惨了, 天下可怜人何其多, 法空道, 去把这个送给信王爷, 这一次刺杀王妃的主谋便是他了, 这小白脸, 林飞扬打亮着画中之人, 笑眯眯的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 我去也, 他抓起画一闪消失, 法空则继续翻藏金阁里的藏书, 越翻越觉得有趣, 藏金阁里的书不乏一些奇闻之事, 还有一些风情介绍, 不知不觉, 天色已暗, 他走出藏金阁, 下了台阶, 走在通往自己院子的回廊, 欣赏着莲池里的荷花, 水里的鱿鱼, 夕阳在天, 院内一切都被夕阳照成玫瑰色, 院子东边是一座小亭, 亭前有花谱, 一朵朵花全被晚霞染成了红色, 院子西边, 沿着墙下的是茂密而纤细的青竹, 一阵风吹来, 速速清响, 法空坐到小亭里, 林飞扬端着茶盏过来, 法空接过来顺口问一句, 你何时回来的? 刚回来, 林飞扬迟, 法空抬头看他, 林飞扬挠头, 不好意思的笑笑, 法空皱眉, 没送给姓王爷, 纵道了, 林飞扬忙道, 姓王爷说谢你, 但暂时不宜与你相见, 法空亲汉手, 那是什么事, 说吧, 别磨磨蹭蹭的, 是那三个老头的事, 终究还是没忍住, 和上, 我跟姓王爷说了, 姓王爷说算了, 反正他们也没得手, 也是可怜人, 不再跟他们计较, 嗯, 我找了他们三个, 他们说, 如果能帮忙救出他们少宗主, 便替和尚你效力, 他们是落到了秘王手里, 法空道, 你难道要去招惹秘王, 秘王, 林飞扬想了想, 为神问名气吗, 他敢找麻烦, 宰了他便是, 小菜一碟, 你当初杀的王爷是义姓王, 不是皇子, 真要杀皇子, 你以为神武府是吃闲饭的, 法空美好气得道, 老实一点, 这里不是大雪山, 请吧, 那就不杀, 林飞扬不在意, 反正他没什么名气, 既不像姓王爷, 又不象征皇位的英王与英王, 他对自己的身法极具信心, 觉得这些王府, 尽出自如, 如履平地无异, 和尚, 为了三个人, 去得罪一个王爷, 确实不太明智, 不过我实在看不过眼, 林飞扬道, 法空看看他, 林飞扬陪笑道, 要不然, 你就帮帮忙, 就一救他们吧, 快要不行了, 法空好奇地打量他, 林飞扬虽然赤子心性, 但也没这么心软, 况且那三个老者, 原本是杀许妙如的刺客, 林飞扬有些难为情, 其实, 我当初便是被宗礼的长老养大的, 后来刘长老临死前很不放心我, 担心我吃亏, 哎, 他摇摇头, 这刘长老真是死脑筋, 明明可以一走了之, 想轻浮的, 法空起身, 他们藏好了吧, 这尽管放心, 绝不会有人找上来, 走吧, 法空道, 林飞扬都说到这一步了, 自己在拒绝, 那真要伤他的心, 况且让林飞扬独自行事, 他实在不放心, 两人飘飘出了别院, 盐珠却大道走了百米, 往北一拐进入一座小巷子, 再三拐两拐, 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宅子, 林飞扬得意笑道, 这是我买的宅子之一, 鬼神经的时候, 偶尔过来住住, 神经之内, 这样的宅子我还有五座, 法空点头不语, 林飞扬敲了门, 很快一个老头打开门, 迎进去林飞扬二人, 林飞扬直屈后院, 后院是一片密密麻麻的花丛, 花丛中央摆着一张欧汉床, 床上盘膝坐着三个老者, 三个老者脸色衰败, 枯黄中泛着层清气, 法空直接施展回春咒, 然后是清心咒, 梁咒骑尸, 三人的气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化, 随着一次次施展, 回春咒的层次越来越高, 威力也越来越强, 半个时辰之后, 三人睁开眼睛, 双眼战战蹦射寒光, 抱拳一礼, 多谢大师, 谢什么谢, 一家人, 说谢就见外啦, 林飞扬摆摆手道, 这便是法空, 金刚寺别院的住持, 你们往后要听从他的调遣啦, 他说什么你们做什么, 这个, 一个老者迟疑, 甭担心, 你们那少宗主包在我身上, 林飞扬不在意的道, 我今晚就把他弄过来, 三老者露出笑容, 法空双眼忽然变得深邃之急, 天眼通施展, 片刻后, 他双眼恢复如常, 第130章惠灵, 怎么样, 和尚, 林飞扬问, 法空看向三个老者, 缓缓点头, 如果等晚上, 那就晚了, 现在马上行动吧, 可有你们少宗主的物件, 有, 一个老者盲用力点头, 他从怀里掏出一块圆玉佩, 红得仿佛涂了胭脂, 只有铜钱大小, 一面写着赤字, 一面写羊字, 这是少宗主一直佩戴在身边的, 我凭着这个就能找到你们少宗主, 林飞扬身手接过纳红玉佩, 施展了九幽九玄搜神诀, 他对于这种奇功的天赋极高, 一练变成, 远胜过金刚寺的弟子们, 他一闪消失, 法空再次施展天眼通, 林飞扬数次闪烁之后, 已燃到了城外的一处山庄, 竟然是一座小村庄, 小村庄位于一座山崖下, 周围是茂密的树林, 外人很难发现这小村庄的存在, 此时暮色上涌, 林飞扬在阴影里闪烁数次, 到了小村庄, 来到村庄最东头的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静悄悄的, 村里家家户户都是吹烟鸟鸟, 只有这一家冷冷静静, 没有吹烟, 没有人住, 可院子里却有两个中年男子站在中央, 闭目养神, 法空下一刻出现在林飞扬身边, 林飞扬吓一跳, 看到是法空, 惊奇地看着他, 不知道他忽然过来做什么, 法空的声音在他脑海响起, 救人便好, 先不必杀人, 不杀, 林飞扬不服气, 法空摇摇头, 好吧, 林飞扬在心里无奈答应, 他一闪, 出现在一个中年男子身后, 一掌拍中其背心, 直接封了穴道, 法空同时出现在另一个中年男子身后, 无声无息, 也封了其穴道, 法空来到花谱前, 指了指某处, 林飞扬上前摸索了两下, 打开一个石板, 露出洞口, 两人来到地窖下, 地窖里约有三十多平方, 逆逆躺着二十三个人, 十个青年女子, 十三个孩子, 其中一个俊秀少年盘西独自坐在一角, 剩下的二十二人都距离他一丈, 这么拥挤的地方, 还给他让出了足够多的地方, 法空与林飞扬一看便知道这便是少宗主, 两人一出现, 众人只觉眼前一亮, 法空一袭紫金袈裟, 融合的金光浮出袈裟, 好像形成了一个金色光照, 又像是一盏放着金光的灯, 众人只觉昏暗的地窖里顿时明亮, 他们不由地被法空吸引, 死死盯着法空, 至于法空身边的林飞扬, 则被他们忽略掉, 眼里只有法空的存在, 林飞扬摊开左手, 那铜钱大小的红玉佩顿时映入少年眼帘, 他双眼一亮, 抬头看向法空, 是李长老请前辈来救我们的, 法空缓缓点头, 李长老他们三位呢, 俊秀少年问, 林飞扬道, 正疗伤呢, 待会儿就去见他们, 你们人太多, 要一个一个带走, 别急, 请他们先走, 俊秀少年轻声道, 我最后一个走, 不怕有人过来, 有劳, 俊秀少年和十一里, 法空亲汉手, 林飞扬点点头, 那行, 我就先带走他们吧, 他左手抄一个孩子, 右手抄一个青年女子, 飘飘而去, 法空则留在原地, 不知大师法浩, 回去再说话, 法空温声道, 闭上了眼睛, 是, 俊秀少年闭上嘴, 也闭上了眼, 众人却好奇地盯着法空看, 尤其是那些孩子, 眨着好奇的大眼睛, 好像要把他的每一寸都看得清楚, 法空看他们气色不好, 回春咒与清新咒施展出来, 让他们惊奇地瞪大眼, 他们即使在这般情形下, 仍旧保持着沉默, 一言不发, 生怕惊动外面的人, 林飞扬的速度极快, 一共走了十二趟, 终于把人都送走, 只剩下俊秀少年, 走吧, 两人带着俊秀少年缓缓走上地窖, 俊秀少年出来院中, 目色更浓, 他目光忽然一凝, 看到了呆立在院中央的两个中年, 他忽然冲过去, 从一个中年腰间拔出长剑, 猛一下刺进中年男子的心口, 然后拔出, 刺进另一个中年男子心口, 呵, 林飞扬惊叹, 他没想到这俊秀少年如此的狠辣, 看着柔柔和和的, 人畜无害的模样, 法空摇摇头, 左掌结印, 右掌竖起放白光, 酝酿了小院, 酝酿了俊秀少年冷肃的脸庞, 照相两个中年, 待他们魂魄稍意凝聚便撤了大光明昼, 这样一来, 便消去了痕迹, 无法借助密法找到线索, 是大光明昼的妙用之一, 林飞扬道, 和尚, 你先前留下他们性命, 是特意给小家伙杀的, 法空摇头道, 走吧, 此地不宜久留, 他没想到俊秀少年性情如此刚烈, 当然, 他能阻止却没阻止, 走, 林飞扬兴致勃勃, 他算彻底如了心意, 得了三个神圆镜宗师, 可谓大祸丰收, 有了他们三个, 自己往后就能随意地指挥他们帮自己做事, 省事多了,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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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声钟响, 悠悠传荡在金刚寺别院上空, 法空从正屋里出来, 林飞扬也从侧边的厢房出来, 伸一个长长的懒腰, 抬头看向藏金阁的钟楼方向, 一个蓄眉皆白, 腹弱婴儿的矮胖老和尚正撬着二郎腿躺在壮中的紫檀幕上, 光头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正亮, 圆胖胖的身子, 圆呼呼的脸庞, 小鼻子小眼睛, 他笑咪咪的看着林飞扬, 招招胖手, 林飞扬哼道, 你便是会林和尚吧, 昨天去哪儿玩了, 不迎接新任住持, 哈哈, 矮胖老和尚忽然发出大笑, 一跃便落到了林飞扬跟前, 法空何时, 惠灵师博祖, 叫我惠灵便好, 你是住持, 当然要职称我的法号, 贵灵老和尚不在意的摆摆手, 昨天见过那三个蠢蛋了, 是, 一个又冷又蠢, 一个又笨又蠢, 一个又傲又蠢, 贵灵老和尚哼道, 雷一个好货, 有那么差吗, 林飞扬笑道, 我就觉得那个原生不怎么样, 好像谁都欠他钱似的, 嗯, 他妈, 练功走火入魔, 脸是笑不了的, 贵灵老和尚笑咪咪的道, 真是该, 原来如此, 林飞扬惊奇的道, 练了什么功走火入魔的, 魔功, 嘖嘖, 可惜了, 林飞扬摇头, 真是想不开, 金刚四弟子还练什么魔功, 自讨苦吃吗, 所以说他蠢, 有理有理, 确实蠢, 林飞扬用力点头, 贵灵老和尚看向法空, 住持, 准备大闹一场吗, 放手去做吧, 有事老和尚我兜着, 法空笑道, 师伯祖能应付几个异品, 哼哼, 他们赶来异品, 那我们大写山宗的异品都是吃闲饭的, 贵灵得意的道, 他们不出异品则罢, 赶来异品, 别说其他九四, 就是飞天寺的知冤老秃驴也一样要帮忙, 原来如此, 法空若有所思, 这么说来, 一旦有一品过来寻衅, 整个大雪山宗的一品都会一起出手相迎, 这便是抱团了, 所以嘛, 尽管干吧, 甭怕,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贵灵老和尚哈哈笑道, 法空点点头, 所以有人上来便要挑拨我们与飞天寺的关系, 让我们自己打起来, 打起来也无所谓, 反正一品是不会出动的, 你们小家伙们自己闹腾, 闹腾不出什么大动静, 战灾, 法空何时, 大雪山宗看似松散, 其实是行散而神聚, 内斗不止, 却共欲外敌, 林飞阳兴奋的道, 那就放心啦, 和尚, 听到了吧, 别束手束脚的, 管他什么王, 该杀就杀, 哪个王, 贵灵和尚笑容一僵, 林飞阳道, 那什么秘王, 不是什么好东西, 刺杀性王爷, 以我的脾气, 直接杀掉, 这个妈, 贵灵和尚挠挠量的光头, 眨眨小眼, 王爷还是别杀的好, 顶不住, 林飞阳顿时一正, 意外地看着他, 贵灵和尚道, 小家伙,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三大宗有规定, 不向皇子出手吗, 不能杀啊, 林飞阳失望, 如果实在想杀, 那就得想想办法了, 贵灵和尚笑道, 但不能是你自己动手, 有什么办法, 这个不能说, 贵灵和尚摇头, 你小子难道真想杀王爷, 我杀过啊, 林飞阳不在意的道, 男宣王, 就是我宰的, 阴影刺客林飞阳, 贵灵和尚顿时一指他, 林飞阳傲然一笑, 贵灵和尚何时散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真是阿弥陀佛, 法空摇摇头, 去洗漱了, 留他们两个凑在一起嘀嘀咕咕, 不知说些什么, 他先去藏经格翻了一份书, 林飞阳招呼他出来吃饭, 来到他院理食桌前坐下, 林飞阳已经摆满了一桌子, 桌边已经坐了惠灵老和尚, 饭菜都是从关云楼里端来的, 色香味俱全, 法空与惠灵老和尚见过礼后, 跟林飞阳道, 今天我要去一趟明月秀楼, 你就不必跟着了, 明月秀楼, 哦哦, 看他们呀, 林飞阳明白了, 呵呵的道, 我不跟去便是, 法空横他一眼, 惠灵老和尚盲问究竟, 林飞阳便将当初就十八位女子的事说了, 惹得惠灵老和尚双眼放光, 那拉来别院上香呀, 这等好事怎能错过, 住持, 一定让他们过来奉香, 法空失效, 惠灵老和尚道, 看看飞天寺那些家伙, 尤其致渊纳通侣, 简直眼睛长到天上了, 不就是香客多吗, 只要这些美貌丫头过来奉香, 我们的香客绝对不丑, 男人嘛, 嘿嘿, 林飞阳不在意的道, 这些来看女人的香客, 没什么用吗, 香客要来什么用, 桂林老和尚道, 你以为其他外院的香客们就有什么用, 不就是冲面子吗,